好 让开 让开 带甲发怎么这么麻烦 穿帽就完了 重新带 我还想说是谁呢 难怪那么眼熟 你赶紧把我假发给我 你换给我 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你还有这种特殊癖好呢 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啊 别把假发给我 给我 我就是不给怎么样 我跟你说 你现在这身短髮 配上这个长裙 满满的人妖感呢 大家快来看哦 这里有人妖啊 不用去泰国看人妖了 回来拿你的假发 大家快看人妖啊 阴阳人 舅舅 你怎么来了 也够了 我 完了完了 好死不死碰到林浩英 好死不死碰到林浩英 好 哎哟 哎哟 小哥真的要穿帮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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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吐 哦 哦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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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哎呀 嗯 谢谢啊 那个 杨瀚找我来装他的女伴 说是为了骗骗他妈的 我真的不是一装屁啊 真的不是 没事啊 我相信你 等等 这熟悉的味道 完了 唐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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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 唐晨 唐晨 是 老梁 裙子 假发 等等 这是哪儿 我在干嘛 落落 快瞪瞪脑子 老梁 你今天穿得 很正式吗 今天参加婚礼 穿得正式也很正常吧 婚礼 对啊 李总和庄总的婚礼啊 你怎么了 我 没什么 我 我当然知道参加婚礼了 这大日子嘛 那我穿成这样 不好意思啊 刚刚 林浩英跟你恶作剧 把你假发拿走了 我 那我男扮女装 没吓着你们吧 没事 你放心吧 我知道你是帮杨瀚的忙 装女扮 不是一装屁 我相信你 刚刚是林浩英太过分了 装女伴 杨瀚让我装的女伴 真是玩的哪出 搞什么男门女装 安得什么心 玩我 唐晨 你也太好欺负了吧 让你把女装你就把女装 穿帮了怎么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知道 我跟庄武傅结婚 对你来说 太突然了 你高兴就好 可你不高兴 这不重要 好 道歉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抢走你的假法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不要生气了啊 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吗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怎么办 我现在真的是个很真心诚意的想跟你道歉 请你原来我 这还差不 凭山 你去哪儿 我当然是抱着一种祝福的心态 去参加这场盛大的婚礼了 你可别说 他还真是要穿裙子 舅舅 你觉得我 你没事吧 该吃药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下面有请新郎为我们新娘戴上戒指 中文字幕志愿者